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发表了最新的年度报告 再次指出了中国政府进一步的压制公民权力 并且质疑习近平在推行个人集权 有关报告的详细内容 我们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逸华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新的报告的重要内容是什么 好的 林森 今天美国国会行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是发布了2016年的年度报告 那么报告在开宗明义就谈到了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HO15周年 那么中国在当年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曾经做过多项的承诺要落实这个改善中国的贸易环境 还有一些中国社会的这个法治的改革 不过15年过去了这个报告小组的研究成员 他们发现中国呢在多项的这个改革上面 不但没有真正的实现他的诺言 反而在许多这个人权还有法治的发展上面 出现了严重的令人担忧的情况 那么这份报告呢将这个中国 现在他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呢 一共归类为五大类 那么有五大类新的这个发现 以及一些一直持续不断恶化的情况 那么首先呢他谈到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 他谈到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持续强化 以党治国的绝对权威性 那么强调要效忠党的这样的意识形态 那这样的做法也应用到了对于媒体新闻的这种管控上面 我们知道在今年二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对官方媒体进行视察 他在视察的时候曾经谈到了这个党对媒体的这个主导的重要性 甚至提出了媒体要信党这样的这个主张 那么第二呢中国政府是中国的公民活动为一种社会 甚至是国家威胁 那么他谈到说这个报告提到说 中国公民和平表达言论 还有从事宗教活动举行集会等基本人权 被中国当局进一步打压和限制 中国政府呢运用了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这种管控体系 来管理互联网还有新闻媒体 那还谈到说这个法治改革已经演变成为了中国政府 合法打压和中国打压中国社会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那么第四方面呢则是有关于经济发展方面 那么他谈到说中国经济呢在过去30年来快速的发展 改变了改善了许多中国人民的生活 因此同时赋予了中国政府专制管理的这样的合法性 不过近年来呢中国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 也使得这样的合法性面临了一些挑战 甚至可能会引发动荡 那么尤其他们发现在这个注意到了说 中国劳工在对于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的不安 尤其是在制造业还有建筑产业方面的这种劳工 更是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则是有关于这个 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担忧 那么报告认为说受到香港基本法保护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这样的政治体系 已经面临了北京的这种强烈的干扰 认为说香港的自由已经面临了最新最大的威胁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去年10月到12月间 这个五名这个铜锣湾书店还有员工 被这个中国官方指使的人员绑架到中国境内的事件 那么他们分别就是瑞典的公民归民海 还有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李波 那么报告最后还批评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呢有这个从事这个个人极权的这样的活动的这种嫌疑 那报告说这个虽然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的时候 曾经表示他对政治改革还有这个限制公权力 保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在他的统治下 中国的人权还有这个法治的发展状况呢 是不断的在恶化 他的个人权力却同时不断的在扩大 甚至呢有分析认为呢 这个将习近平还有把毛泽通来进行相提并论 一会儿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 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在首场总统辩论之后呢 做了一篇纽约中国城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的采访报道 内容啊被有很多地方被认为是 对华人有矮化的这样的地方 所以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反弹 那么美国国会的议员就这个事件 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啊或者是表态 是的有的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新闻电视网 这个福克斯电视频道的争论节目 The O'Reilly Factor呢 在星期一晚上是播出了一个 这个新闻的采访片段 是由这个美国福克斯的新闻记者 沃特斯在纽约中国城街头采访的一段视频 他这个在视频当中向多名华人提出一些 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一播出之后 是引发了各方一阵的这个谴责 那么视频最后呢 这个沃特斯干脆放弃了在街头进行访问 有关总统选举的问题 而是到一家空手道馆来挥舞双截棍 还有接受脚底按摩的服务 那整段视频呢 其实可以说是具有这个矮化 甚至丑化华人的这个意味相当的浓厚 那么昨天呢 来自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呢 是率先发表的声明 谴责这段新闻是使用了各种刻板印象来丑化和嘲笑亚裔美国选民 那么他还说这个最糟糕的是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 那么这个新闻呢 他在这个新闻声明中最后还这个呼吁沃特斯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的话 那么请你立刻这个发表进行道歉 那么同时上呢 在紧接着在今天呢 同样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赵美新众议员呢 我们知道赵美新众议员同时也是国会的亚太裔美国小组成员 小组的主席 那么他在今天也同样发表了声明 谴责了这段新闻视频 那他说这个说 从这个视频一开始 从音乐开始 就是在嘲笑美国的亚裔选民 他赵美新的声明还说 这个作为美国增长人口速度最快 还有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选民群体 亚太裔美国人应该要得到更好的对待和尊重 而不是作为这种新闻片段来这个笑话来看待 那么同样的这个沃特斯在这个 他的这个视频引发了一阵踏伐之后呢 在昨天呢 也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发表了一份 这个还在发他的推特上表示道歉 他写到说这个 我在街头采访的原因是搞笑 如果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 那么他道歉 不过他的这个这个道歉的这段声明呢 并没有被许多人买单 在今天下午呢 这个由纽约州的众议员 这个孟昭文 还有一些纽约州的众议员 金队席呢 还有一些社区团体 都会代表这个 都会在这个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的组织之下呢 到这个纽约曼哈顿 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总部前进行抗议 要求这个电视台来进行道歉 同时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林森 好的 谢谢义华 感谢我的同事 这是美国人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